大家覺得小米的家電做得怎麼樣 你買過小米的米家掃機機器人嗎 或者是過小米的RH電子鍋嗎 我想分享一個數據給大家 我們的米家RH電子鍋 小米第一次賣鍋子 我們只花十個月的時間 賣出了超過兩萬一千七二八十台 這什麼概念呢 台灣市場根據第三方資料 前三季大概也只有二十幾萬台的電鍋數量 但是RH電子鍋的市佔更低 不足百分之二十 我們稍微試算一下 這個每個月超過兩千台的成績 相當於這整個台灣市場上 每兩個消費者選購RH電子鍋的時候 就有一位買了小米的RH電子鍋 所以我們的家電其實做得非常的棒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可以聯想到 既然我講了電子鍋 就應該有她的姐妹商品要出現 米家電子鍋 我認為專業的事情要留給專業的人來說 我特地邀請了我的好朋友 純米電子的設計不容財文綺 我們請郭文綺上台幫我們介紹米家電子鍋 讓我們掌聲歡迎文綺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 這個是 市場上面的電子鍋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把電子鍋設計成這樣的一個形狀呢 首先我們把它設計得非常小巧 其實電子鍋的用戶普遍都有收納的需求 所以我們把它設計這麼巧巧 就是希望說 用戶可以很方便的收納 我們所有的鍋具 大部分的鍋具 都是圓形的 電磁爐裡面的加熱源 線圈盤也是圓形 同時也方便我們在 鍋具放在電磁爐上面 方便對味 否則錯味的話 常常會引起 它加熱平均的這樣的一個困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傳統電磁爐上面炒過菜 通常炒炒炒炒的一開心 那個鍋具就滑出去了 鍋具就變悲劇 我們米家電磁爐設計了一個可拆線的防滑的這個膠墊 能夠讓鍋具不會滑出去 我們要避免悲劇的產生 我們參考了傳統瓦斯爐的這個旋鈕的控制火力的設計 所以控制火力特別直光 我們透過旋鈕 我們可以控制電磁爐的火力大小 那同時呢 它也可以去選擇我們所要的烹飪模式 大家會看到它中間有一個黑色的OLED螢幕 這個螢幕裡面呢 能夠顯示我當前所控制的火力大小 也可以顯示我所選擇的烹飪模式 另外呢 我們也首創了在電磁爐上面的暫停功能 當我們往這顆旋鈕按壓下去呢 可以在當前的火力做暫停加熱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再按一下它會恢復我原先所設定的火力 那同時它也是在我們選擇烹飪模式的時候的一個確認難件 這樣烹飪離不開加熱 那專業的烹飪呢 代表是什麼意義 其實不難 就是我能夠用精準的火力在正確的時間點 達到正確的一個烹飪的溫度 但是呢 市場上面 一般我們看到的電磁爐大概是四個檔位 其實它是很難滿足我們的烹飪需求 米加電磁爐有九十九個檔位 九十九個這個溫度的這個段位 所以它能夠非常精準的去做一個火力的控制 另外我們也外置了一個溫度的感應器 所以它可以非常精準的偵測到我們現在在烹飪的這個烹飪物 它現在的一個溫度 搭配前面講的智慧控制的這個溫度控制 我們就能夠透過精準的火力在正確的時間點 去讓我們烹飪的食物達到正確的一個烹飪溫度 這就是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專業的烹飪 我們採用的其實是nodebook電腦等級的這個渦輪風扇 那再搭配我們特別設計的風道 它能夠達到更好的一個冷熱的一個散熱效果 那在它的加熱上面呢 我們應用的是一個雙頻火力智慧切換 那它就能夠達到非常穩定的一個功率輸出 也就是非常穩定的火力的烹飪 跟我們一般市場上看到的電磁路很不一樣 間歇加熱 那當它低功率的時候呢 我們能夠達到一般電磁路所無法達到的小火慢燉 那提到的小火慢燉 我們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低功率持續加熱的技術 再加上它非常精準的一個溫度控制 我們能夠做到現在非常夯的酥肥料理 所以如果你想吃非常軟嫩的這個日式的溫泉蛋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可口 這個真的很厲害喔 實力的功能 或者是說像這樣子 舒肥的鮭魚排 也或者我們最難烹飪的是什麼 牛排 其實我們在烤牛排做牛排的時候 火候非常不容易掌握 我們可以透過米家電磁路去做到舒肥牛排 我們就不用再花錢買那個貴桑桑的舒肥棒 所以有了米家電磁路 是不是家裡就有一個非常厲害 能夠精準控溫的一個烹飪大師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一聊 米家電磁路 它是我們小米智慧家電的一員 所以它會上網 欸這個不行真的要來點掌聲了 米家電磁路會上網嗎 太強大了吧 全球第一台會上網的電磁路 我們為什麼要讓它上網 我們來聊一下 我們內建的是有五個烹飪模式 那這五個內建的烹飪模式 在我們電磁路的 這個OLED螢幕裡面都可以選擇得到 但是這五個烹飪模式 真的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嗎 有別於傳統電磁路 或者是家電 它出廠固定的一些功能或者是模式 我們內建的這五個模式 是可以透過APP去做更換 就像是我們大家手上的智慧手機一樣 我們可以去選擇我們需要的 我們喜歡的APP 把它下載在我們的手機上面 我們的米家電磁路的一個APP 我們提供非常豐富的烹飪模式 你可以在這個APP上面 選擇你想要的烹飪模式 把它加到你的電磁路上面來 那如果這麼多的烹飪模式 都還不能滿足你 沒問題 我們還開放的用戶 可以自己去定義自己的加熱模式 不論是從火力優先 或者是溫度優先 舉個例子 假設我每天早上都要 喝300cc的牛奶 把它加熱到55度 加熱三分鐘 我可以把它命名為 溫期的熱牛奶 每天早上我只好倒好牛奶 放到我的電磁路上面 選擇到我自己設定的這個功能 按下開始 我就可以去忙別的事情 當牛奶熱好的時候 透過手機的APP 它會通知我 我就知道我的牛奶熱好 這個才是真正的智慧生活 今天發布的這一台米家電磁路 是我們特別為台灣量身訂製的 除了符合台灣的工作電壓之外 因為台灣有更高的防電磁波的這個要求 所以我們整套的EMC系統是重新設計的 為了讓它能夠在台灣的115的這個環境下面 能夠更好的工作 我們也優化了整體的這個電源系統 我們做這些都為了讓台灣的用戶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產品體驗 那這台電磁路我先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米家電磁路 再把現場交換給他們 謝謝文綺幫我們介紹 非常棒一台電磁路 純粹是為了本地使用而優化定製的 價格呢應該賣多少錢 一個99段精準控溫 而且買了電磁路就不用去買 剛才文綺就講貴桑桑的出費半 而且它是一個Wi-Fi可上網的電磁路 1795元 做好一定要整套做完 有了好的爐子缺不少我們的鍋子 我們訂製了一個織物組湯鍋 它完美的適合我們的電磁路 都是圓形的 它的售價是595元 它會跟我們的電磁路一起上市 我非常建議大家都要配套購買 到這個冬天馬上要過年 非常適合吃火鍋 我們將在1月8號開賣 稍微晚一些些 不過我覺得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這是我們今天發佈的第三款新品 你家電磁路跟織物盤 接下來 大家來看看 我們在 ici 我們在這等待會兒 在這等待會兒 我們來看看 感谢观看